有時候人來了 有人要上廁所 有人還在打手機 我們都對他很客氣 要喝茶 我們要倒水 順利官要準備什麼呢 錄音的內容 看錄音帶裝好沒有 說總要花一點時間 怎麼可能即時訓問 法官問兵務人 要問公司人 要準備多久啊 要準備多久啊 說不出來 要問兵務人 兵務人 你剛剛內容看了有沒有問題啊 兵務人看不見 原則上沒有問題 美國如果是即時訓問 我們法律要規定 應該即時訓問 如果沒有即時訓問 提出合理的理由 這原則講得很好啊 後來這件呢 花圍根審 對不對 就查即時訓問的部分 這是法律進步 但是 這間廟後刷下去 還有即時訓問嗎 不一定啦 這法律制度是這樣規定 就像我剛剛講的 律師可以跟當事人 見面談一個鐘頭 有多少就這樣做 真少 所以這法律的規定 你沒有去用 能不能誘導訓問 問職員的時候不可以誘導訓問 尤其是主結問的人不能誘導訓問 這在以前啊 常常誘導 我們剛剛講 被告會承認犯罪嗎 不會 各位 我們也分過一些例子 那個少年犯啊 規定 那個蟹鬥啊 五六個人啊 那對方有一個被砍的受傷住院啊 如果被告一排 我不能指這個被告一排 我拍謝 被告一排 人誰殺的 被告怎麼答 被告怎麼答 被告不會答沒有喔 人誰殺的 大家都看來看去 那倒不是我耶 人家問得出來 要怎麼問 就找從 從間啊 從中間啊去 留下一個人 阿中 老來 村的 去基督所再等 人家在這間店 怎麼辦 檢察官很厲害 我就是看你很老實 我先問你 欸 看得起我 人誰的 阿中 沒什麼講 各位家裡有小孩 現在應該是孫啦 一般說兩個小孩最標準嘛 老大是怎麼養大的 趙叔養 老了咧 趙豬養 老大養的時候 很稀奇嘛 有後代啦 請怎麼說幾個子 到老二就累了啦 唉 清清菜菜啦 所以兩個個性會不一樣 小的時候 暑假都在家裡 媽媽去買菜 回來 變相的養肉多都不見了 要問老大 問老二 請問要問老大 問老二 要抓兇手 要問老大 老二 啊 老二 老二 老二比較活潑嘛 來來來來 冰箱養肉都要誰吃的 不是我 說到沒了就說不是我 問在哪裡 怎麼辦 現在很少打小孩啦 那不得已要打 你不講實話 我打你喔 那真的不是我啊 因為你沒有太大的動作嘛 你如果去拿一個車子 或是說拿著報紙 說我們要給他骨子 最後一個機會 誰偷吃了 快哭啦 你講實話 我不會打你 你就是講謊話 我才要打你 姐姐也有啊 不說自己有喔 說姐姐也有啊 兩個共犯就對了 現在恐怕都不能這樣問 現在恐怕都不能這樣問 好 這個 法律就是慢慢的改進 法律就是慢慢的改進 所以古代的韓徽子啊 有講過一句話 說法因時轉則制 法律因為時轉 因為時間的移轉轉移 則制 韓徽子你們認不嗎 沒有人選 古人啊 古代人都法學家 我們那一年 我六十幾年考斯瓦關 是三個階段考試 第一次要考國文 凡人 積格了六十分 才可以考專業科目 考過了才有所謂的口試 國文就出兩題 一個深論題 一個叫做 公文泥座 那順順題我們那年68年給我們扣什麼 也是法學家 這個人辦沒有 尋子啊 那不是得順的順喔 不是竹字頭 是草字頭 他靠這個尋子約啊 法歲不善 法歲不善 猶豫與無法 自身論之 這桌子文言文看有呢 這文文什麼 白文叫什麼意思 我簡單問 這到底是 惡法違法還是惡法非法 有意思喔 法歲不善 法雖然不好 對不對 比沒有法還好 紅綠燈喔 雖然啪啪啪啪很快 品不紅綠燈比較好一顆 對喔 總可以遵循嘛 自身論之 所以這句是什麼 白話叫什麼 惡法一法好像是這個意思喔 對喔 不對 不對 欸 提出錯啦 荊子沒有講過這句話 哇 喔 怎麼台灣人這麼醜陋 哇靠腰 荊子沒有這樣講啊 荊子講的是什麼 荊子講齁 荊子是講齁 荊子是講齁 荊子不善 荊子無法 荊子不善 荊子無法 這句還有什麼意思 要不要看 大家這麼嚴重 不如不要讓大家看 看主意的 對不對 欸 題目出錯要怎麼 第二天聯合報 好厲害的聯合報 出了個大標題 昨天司法官國文考試 荊子曰 曰 曰 曰就是講齁 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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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 哇 他兩姓 後來就 他自己決定嘛 你要當男的當女的 後來他決定 還是要當女生 聯絡報的標題第二天出來了 姚莉莉昨天動手術 我講得不防喔 該不會也會轉防色的 那標題就這麼寫 寫得好有意境喔 回了櫻桃 瘦了芭蕉 我這個不能亂講的 你們回去找那個報紙 有沒有人看不懂 還是有人看不懂 哎呦 你跟櫻桃芭蕉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 我這個意思就是說 像法律 我在對始轉則智 講到這裡 講到搖滴滴 所以還是拉回來講這個 法律就一直要改 一直要進步 但是也要一直去做 去實行 所以我們講圖法不足以置行 對不對 一定要有這個法 接著去做 做到怎麼樣呢 以前我當檢察官之後 我說89年我要當檢察官 那個時候的羈押權已經要歸法院 稍等 用寫一下 稍等 用寫一下 羈押權齁 我看起來說 雞 阿 還在告 對被告可以羈押嘛 因為檢察官之大 很大 很大 不過我跟各位良心告白 我當檢察官 羈押的人不多 眾刑犯 像楊霜虎那種 能夠不羈押嗎 借我搶劫啦 搶奸搶到 那個沒有話講 一般那個叫公務員貪污罪 我羈押的人數也不多 有 有刑警那個 逼人家去換槍啊什麼的 交槍出來那種 原則上我會看情形 因為公務員一羈押 明天以後怎麼判一回事的啊 明天以後這個大概身家 多慘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當年檢察官有羈押權 有人一直反對 說檢察官不是法官 不可以有羈押權 所以有一個大辯論 在憲法法庭上大辯論 就是檢察官兩個問題 到底是不是司法官 檢察官可不可以擁有羈押權 這個大辯論 法務部那時候部長是陳定南 陳部長 協助部長去辯論的是 司法官訓練所的所長 叫林輝煌 大法官後來解釋了 檢察官還是司法官 但是羈押權要回歸法院 依照憲法規定要回歸法院 因為法院要移送法院 移送法院 這是法院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這樣的一個細節 我請問一下 就當作我們現在上課的其中的一點 必須要了解的 我們常聽說桃園地檢署 現在在桃園 桃園地檢署 聽懂嗎 什麼意思 什麼叫桃園地檢署 他整個名稱叫什麼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查署 什麼叫桃園地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這樣啊 各位我唸這兩句就說 你看喔 檢查署前面還關什麼 法院兩個字 很奇怪喔 怎麼會台灣桃園地方檢查署就好啊 因為他在法院大廈裡面 這個是一個引進 制度的引進 將來或許有一天把法院拿掉 法院一拿掉啊 法院這兩次一拿掉 對檢查署來說 會不會大地檔 會啊 會變成什麼 檢查官變成行政機官 檢查官就不是司法官 而是什麼 行政官像英明法國家一樣 這個知識體大 到目前為止 檢查官跟法官怎麼來的 怎麼走路來解車 不是那意思齁 是由國家統一考試 叫做司法官以等特考 考上那咧 考上就去受訓 同樣一個 以前叫做司法官訓練所 現在改成學院了 就去受訓 受訓畢業以後分發 像我那一年去14年後來分發的時候 誰當檢查官誰當法官 怎麼決定 在我們之前 兩年之前 在我們那一期的兩期之前 大家填自願 下面做法官下面做檢查官 有幾個名額照成績來算 到我們前一年 包括我們這一年以後 他就把學員 我們受訓的學員 除以三 意思就是說三人一組 第一名第二名派法官 第三名派檢察官 這樣下去分了 所以各位請問我第幾名 三的倍數那一名 所以我才當檢察官 我像給他抬舉光發第三名 三的倍數 能講嗎 第幾名能講嗎 又不是連您也不能講 沒有什麼關係 我是派到基隆 我是第12名 我第12名也很難得 因為我住台北 我們禮拜三就放假 就要回家 我當年去受訓已經慢了很久 因為考上一直沒有去 但是我五指登科 我那時候在外面賺錢 有一些銀子 已經結婚了有妻子 生小孩了有孩子 還有車子 還有什麼 房子也買了 在五指登科 很多中南部的同學啊 都不敢 都不敢離開訓練所 都一直很用功 所以真的喔 前十名幾乎都是中南部來的 像你們一樣 都是中南部來的 是這樣分的 所以司法官裡面 檢察官跟法官 其實是一樣的地位 薪水一樣不一樣 一樣 只是工作不一樣 檢察官只負責刑事案件的追訴 現在多一個去立庭公訴 還有執行 執行知道嗎 就是刑事案件確定以後 整個券還要回到地檢署去 由執行檢察官 看判決結果去執行 所以檢察官也有負責什麼 執行槍斃的 不過那是屬於高檢署 高檢署 一般負責被告的執行 負責一顆滑金與火 或是單純滑金 都是由執行檢察官 所以檢察官一般都是老弱 殘兵比較多啦 以前年紀大了去當執行嘛 有一個很 以前檢察官權也很大 我就說 要不要執行檢察官決定 以前有一個食品衛生法的案子 好像在木柵深坑還是哪裡 做葡萄乾的後來被抓到 葡萄乾生產過程 蒼蠅一大堆 食品衛生判多久 食品衛生法當年好像只有一年以下有去徒刑 後來判了 因為大概量多 判了五個月 被告來報到執行 要一顆滑金 檢察問他 你是負責人嗎 是 不准一顆 為什麼 我這個清醉啊 我從小就是吃你們的那個有蒼蠅的葡萄乾 現在叫做現在那個我們說六個 那叫什麼 彩券 彩券叫什麼 那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樂透 樂透 幹嘛叫樂透 樂透 以前叫做什麼 大家樂 對不對 大家樂 好笑的 這個笑 這個笑 國語很難講 很瘋狂 左頭 動機 我那時候我還在基隆 我就是一個收押一個動機 報名牌的 善禍他人犯罪 整個全大 所以 他跟公友 所以他跟公友 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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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這當時 我說有什麼福利 有啦 那三千塊 那個 禮券 我說那冠年的事情 因為我們年底報到的 冠年的事情 你跟他講一下 你 生這幾個 我突然一想到 那是老闆那個叫你開門的 他說 他就說 這邊是檢查官白 我說 真準 你看 法院的 同事都會信他 我說 好 再來做一片冰 帶書記官下去 來來來來 檢查官白 我不知道 你不是這樣說 不然你再詐欺喔 你騙喔 就去問我 不得意就這麼說啊 我說你如果說有準 會放你出來 如果說不準 還有一片詐欺 不要啦 都是這樣子啊 最後 辦案很有意思 其實很意思 各位有機會了 有一個兇殺案 我坐在我前面的 一個檢察官辦的 那是相驗屍體啊 相驗屍體啊 知道嗎 像白小艾那個解剖也是 我們都要去 內建一直找不到兇所 那個檢察官 我坐前面的檢察官 也很煩惱 欸 家屬來啦 檢察官 我如果去問三太祖 公鄉手有三個 往東 往東 跑去 你要拜託叫警察公 快去追 三個 往東 要怎麼撩 我說 在路上檢察官 後來我實在忍不住 說這樣啦 三太祖 這樣說 我去拔杯看看 最好啟動 問我三個 什麼名字都說出來 米的都說出來 地址都說出來 地址都說出來 都跟他過來 一邊問他清楚 說真的 欸 後面這個檢察官比較厲害 回去問 第二天又來 問得到嗎 有啦 三太祖問了 怎麼怪怪的 又去問王爺公 都要怎麼說 他說 那什麼名字 走到那裡 地址 他們說那些事情 跟他們沒關係 我 這樣就問 很多很有意思 好 我們還是回來 現在羈押權回歸到法 我剛剛講 因為地檢署 還是屬於法院的一環 但是 羈押權 就回歸到法官那邊去 法律制度一直修改 我們把這個羈押權回歸到法院 法官 我們叫做法官保留原則 就是這個權力啊 保留給法官去決定 所以接下來我們獎金上也寫到 還有什麼呢 搜索票 監聽票 都要法官准 所以檢察官這邊 不是最後一關 以前一個告訴案 不起訴 告訴人 在意 到高檢署 駁回 確定了 哇 沒了 現在法官保留原則 到哪裡去 到哪裡去 最為一關 法院 交付 申請交付審判 可以委託律師 向法院 申請交付審判 交付審判 有什麼很厲害的部分呢 各位 法律上有一個原則啊 偵查不公開 聽過沒有 偵查不公開啊 趙天雄那個案子啊 後來 趙天雄第一個律師 解除委任 為什麼 他也沒有洩漏什麼啦 不過呢 他去接見趙天雄出來以後啊 記者都追了 那記者也很壞 一定要你講話 律師想一想 講一些不關緊要的吧 就跟記者說啊 趙天雄啊 有跟我講 他覺得 他做了這件事啊 很對不起社會 對不起公司投資大眾 不過呢 他怎樣怎樣 就是他自己心裡的表白啦 檢察官就生氣了 趙天雄收押進見 你幫他發表什麼聲明啊 沒錯啊 這一講 那個律師很資深耶 馬上解除委任 不敢 我們最近公會轉來法務部的公文 就是在講這個 請律師 嚴守訴訟法的規定 偵查中的案件 不得對外發表言論 講這樣子啊 就是講這樣子啊 其實各位 大概心裡明白 照通相通 抓去拱 什麼人要做污點證人 電視哪跑馬燈都照照出來 這誰講的 誰講的 辦任的人講的 我們沒有說 一定是檢察官對不對 辦任的人講的嘛 官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說 偵查原則上是不公開的啦 可是如果你 因為一個告訴案被不起訴處分 高檢署在意又被駁回啦 要向法院申請交互審判的時候 可以向地檢署 調出原來偵查卷中的內容 引印來寫交互審判的理由 所以這個告訴案到底會不會成立 最後由法官決定 所以我們叫做法官保留原則 保留給法官做最後的決定 所以很多權利 有關於人民的權利 都是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是法院來做 我這以前真的檢察官權太大了 權利人死人胡亂嘛 現在通通回過到這裡 剛剛也提到我們說訴訟制度 現在的訴訟制度 有一個交互結問 交互結問的一個制度 這個交互結問主要的角色 主要的角色是由公訴人檢察官 跟辯護人對於證人來交互結問 這個證人有現在法律上規定 如果我們說假設說假患罪 他的太太姨或是他的爸爸A 能不能幫假作證 我們舊的觀念了解 好像認為不可以 或是說我不要作證 作證也沒有什麼效率 因為什麼 強人所難嘛 對不對 現在法律規定 對 有特定關係包括受僱人 僱傭人 如果你這個證人 比如說 你是他什麼人 我是他太太 法官就可以問喔 你要不要作證 要 以前說要的時候不用簽結文 現在要簽結文 拒結文 就是有一張紙叫你唸 主要說你講的話不可以有逆勢貞檢 寫清楚一點好了 對 你所做的證實啊 不可以對事實有所隱匿 有所混事 增加或減少 事實上證人如果在法庭作證 應該是要就自己所見所聞來陳述 很多證人啊 都用猜的 用意測的 當天你有看到被告在場嗎 好像有 什麼的好像 那好像有就是好像沒有嘛 那找你作證幹什麼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不記得就不記得 本來就要這樣講啊 人一定記得嗎 但現在法官問難啦 簡單說問難也很奇怪 那麼簡單的事你都不記得 我們的記憶很糟糕喔 不是年紀大小有關係喔 各位想想看 一個事實的陳述 有沒有可能因為時間的落差 對不對 還有呢記憶的整合 重整 還有把它合理化 然後稱數出來 有可能啦 那這個也有可能變成什麼 衛證罪 可糟糕了 我個人一直主張 衛證罪要重寬 如果是我剛剛講那幾種情形 他不是故意去隱匿的話 不是故意去擴張說明的話 不能辦人家衛證罪 有的確實不記得啊 有的確實會講錯 錯啊 啊 剛才怎麼這樣說 有可能 所以有的法官啊 問話還是簡單問話比較 我們就咄咄逼人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喔 我剛剛講說 那你就咄咄咄咄 其實這個態度都不對啦 我們法律規定要以肯切的態度 簡單的肯切 有的法官就是那麼兇巴巴 最近還有看那個什麼周刊 有個法官又被提出來講 高院有個法官常常被點名的 那法官開庭啊 那有的是他的同事講出來的 有的是當事人律師這樣體會出來 後來就被懲戒了兩次了 可能這次要第三次了 開庭啊 有個車禍案件 因為他是當時當審辦長 最後都是由他主審 你是不是要變無罪 是啊 我跟你講 我最近如果判你無罪 我出去會被車創死 怎麼這麼說 很奇怪 很奇怪 還有呢 證人問完啦 我剛剛是要教護結問 剛剛在講 教護結問是由 誰申請的那個證人那一方 比如說檢察官申請摩夾 當證人的話 有檢察官叫做阻截 阻截問 然後由律師來緩結問 還可以再一次互主結問 再互緩結問 問完以後呢 法官繼續問 所以一個證人有時候 我把他拷問 以前我們 在辦那個劉太英那個案子的時候 另外一個被告的辯護人 因為被告都是共同被告 所以辯護人都要到 傳了一個很大的人 很知名度很高的 叫做柯什麼名 那是柯健什麼 柯健明你講的 那法庭作陣 手插在那裡 法官說 柯委員 這是法庭 先手拿出來 手Q的 他被結問的不耐煩 法官啊 我現在立法院在開會 那很重要的會不去不行 你這樣問下去 要怎麼樣 法官多客氣啊 委員 這叫做家戶結問 你們議法院定出來 法努力 我們不跟你照做不行啊 講的是實話 講實話怎麼樣 怎麼樣 解決問題 對啊 講實話也不見得解決問題 有人講實話講得太離譜 他也不講得人家不高興 只有一個主任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也是主任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你們覺得這個名稱很怪 我第一次去當主任檢察官 是到澎湖啊 那時候正要選舉的時候 到處要宣導反會選啊 到處要請問 請問什麼叫做主任檢察官 就這樣做出來 比較資深 變他們的主任 怎麼不是我這檢察官主任 叫做主任檢察官 我問到有一個朋友 我怎麼不能接 我說喔 主任檢察官才對 不是檢察官主任 主任檢察官 你如果真的要叫我 解釋什麼意思 我跟你說 主要的任務就是當檢察官 叫做主任檢察官 我在處裡面有一個主任 今天有一個主任檢察官 開車闖紅燈 被照相 然後呢 紅燈就寄來了 對不對 叫了要去上 四點鐘的什麼 道安 道安課 什麼 是不是要上課 錢叫叫的 主任叫我 十幾個叫錢叫之後 叫那個通知單卡電回去 我是士林的那個什麼什麼主任 那個違規錢我繳了 課 我們都懂了 可不可以不去上啊 小姐接電話也非常客氣 李主任喔 你說錢叫不要上課嗎 不要上課 我跟你說啦 還是來上課 因為這上課學員 經歷 總經歷也很多 你只有主任而已 那不知道是真正的 還是真正的 或是真正的 或許各行各業 反會選我怎麼在說 後面有寫到 那個那個量化的問題 我說我在那個房間 在那個 都要選管長 議員 我去宣導 就好像要到一個外面 切海風 就有兩三個 在那邊開槓 不然他沒有輸 那三號的齁 那選真的 選嫁的 那一號二號都會來嚇到 那三號都十七七 沒有在搜啊 什麼意思 說得真假順喔 不說得真假順 啊 地方文化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才要反會選 對不對 才反會選 再說不聽 我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教務結問是在發現真實 原則上法官的任務 只有在法庭指揮 你問他問 你問他問這樣子 這樣就好啦 早年我們一個大法官叫姚瑞光 有人可能 今年九十四歲 今年的五月二十號 政大校慶 頒榮譽博士學會給他 九十四歲了 你不是以前頒的 還沒早上班 還沒早上班 雅瑞光當年上我們的課 他說啊 開庭 法官開庭 法官不語 法官 法官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問 用下巴 用下巴問 下巴不能問 以前喔 動作太多 動作太多 畫太多 下面都要緊緊緊去看 真的 你皺的眉頭 他就說啊 慘了慘了慘了 我剛才說那個話 所以他面無表情 不語 要他的道理 要他的道理 法官 有關於這個案件 的意見 他的文理法理情理 通通表現在判決書上就好了吧 對不對 我以前發生過一些被利用的弊案 有一個法官常常這樣子抓頭 就真的這樣喔 出去 那老實話 你有看法官剛好 報告如何 逼這樣 三十啦三十啦 哪有這樣 法官也是動作都很大 好啦 不要講了 所以大家 他剛剛逼五勒 法官用下巴文案 檢察官能不能用下巴文案 早年我們是聽學長講的 檢察官如果弄下巴的話不是文案 下巴一這樣弄的時候呢 下巴一這樣弄的時候呢 蛤 法官啊 看這樣一動啊 法官就 往北到頭一敲 叫你講你講你講你不講 叫我看我生氣了 叫我看我生氣了 很多動作其實都不必要 現在的時代不一樣 好 好 剛剛提到的說 法官本來是居中的 站在中間 你 檢察官怎麼問 被告怎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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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能怎麼答 OK的 在101年 我講還是民國年度 有一個最高法院的刑庭決議 就決議了什麼呢 他說法官的調查證據 不可以跟隨著檢察官而調查 有的法官真厲害 看檢察官問了被告調查證據 心理上說 那是你問什麼 我來問比較快 這種心態都不對 不會問他家的事啊 不會調查是他家的事啊 所以我說那個決議 決議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說法官如果要調查證據的話 應該調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被告不利了咧 警察官的事情 這樣他才公正嘛 不是有辯護人嗎 也不見得有辯護人啊 因為我們的訴訟制度剛才講 雖然可以選任辯護人 但不是 我們的制度不是律師 強制辯護人 我們有寫強制 那個是重大的案件 他沒有請律師的話 必須強制他有辯護人在場 他甚至不去找法務 也要強制有辯護人在場 那不是每個案子都這樣 所以這個法官還是要居忠 他在公正的地位上來辦 所以我們掩用了一句 那個是諸葛孔明說的 我心如稱 不為他人做輕重 就是說你要像一個天秘一樣 誰輕誰重 那個我都不替他們去做 輕重 搖籃儀兄 好好的審了這個案子 那我們在講義上還有一段說 這個量化 司法的量化 什麼叫司法的量化 就是說司法案件 能不能用數量來表示 像最近 有用數量表示的比如說 這個酒醉駕車 現在被撤出來 含酒精多少毫升 就要被移送 0.25 對不對 以前是0.55 被移送現在0.25 以前0.55 0.54 就沒事了對不對 不然要怎麼辦 當然有個標準啊 當然有個標準啊 對不對 現在是0.25 0.24 就不用移送了 這也對 這也對 原則上是要相信這個數字 那現在法務部還更規定說 像酒駕的案件 如果三次以上 就不讓你一顆罰金 第一邊 第二邊都發了 還有第三邊 你是要幾邊 所以 這個是一個量化 對不對 像這種情況是對的 可是有些就不對 最高法院 做內部協議 最高法院 如果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 刑事案件 要駁回上訴 要百分之九十 剩下百分之十 可以發為更審 這樣才對 那現在很多律師當事人 就這樣 上訴最高法院 發為更審的比例這麼低 而且還在評比 那對當事人損害多大 對不對 選舉又到了 剛剛講到會選 各位有沒有這個嘗試 多少的東西 價值 才叫會選 三個 三十 三十 這樣百百三十 對嗎 請問三十塊是什麼標準啊 出廠價 中盤商 市價 什麼價 市價 台北的市價 還是高雄的市價 那些狗狗 日本曾經有一件 會選案 收了一張名片 就不行 喔 還不可以贏 不用怕 那張名片是金子做的 當然不行啊 一聽說 有人送金子的名片趕快去要 當然不行啦 當然那個是比較偏 偏基的例子啦 我們現在回想看看 說用三十塊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五十塊 為什麼不是二十塊 三十塊標準到底在哪裡 其實很難做一個標準 我們以前 好像比較 我們年紀小的那個時代 好像比較少送錢 多送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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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陽明的時候 對對對 衛星 對不對 香皂 沙拉油油 我們三重啊 我住三重啊 有一個電影院的老闆要選 他用戲票來換選票 送電影票啊 那後來多半用錢 誰在送 有的說里長 有的說林長 有的說條子咖 都有啦 就每家每戶去問啊 你們家幾個人 五個 有的說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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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這樣講啊 我說 我沒有啊 我們家住四樓什麼 都沒有人來問啊 我會跳到這裡 我還知道四樓 剛才講 跳過 二十八五樓 我們認為 什麼叫行賄 就是剛剛 開始有提到 廠商送錢給公務員 什麼叫做賄賂 今天出國回來 都會帶什麼 多 分手 對不對 這個公務人員 我們就不錯了 跟我們很幫忙 很客氣 啊 經常看他穿的雙子 都要補 買一雙雙子三年 就有吃粉 一雙粉給他 這樣有賄賂嗎 是怎麼這樣有 拿他的東西就不行對不對 拿南北就可以嗎 我們一般在講 各位注意聽 各位都是老百姓有沒有公務員 就臺灣民政府以外 有公務員嗎 少數啦 一般老百姓 跟公務員的 這樣的一個賄賂關係 要成立犯罪 建立在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上 就是對價關係 就是說他送你這個錢 的目的是要交換他的工作職務的一個特定事項 叫做對價關係 今天他為什麼給你三十塊的東西 目的是希望換你一張選票 這才有對價關係啊 如果不是 就看你普通的時候 衝破破 送你一張衣 你怎麼送我 怎麼送 這樣不可以送我 我有錢 你要叫我送我嗎 沒有 沒有對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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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收 你當時要出國 要去送我 我們沒有對價關係 各位 剛剛講這一段指示說什麼 他沒有刑法上的換法吧 可是呢 震風還是不對啦 對不對 他都不知道咧 所以 那個 認同的都 冠軍 韓國來了 說他對韓國回來 你要怎樣 打開看看 看來有錢嗎 沒有錢 沒有錢算了啦 他不知道 拍沒有 打開看看 各位 假設是公務員啦 第二天就給 抱去震風就好了嘛 解決了 啊 人家上這 我打開看來 不用錢 你不用怕 這屬於震風的 公務員的犯罪 在 貪污自罪條例 最嚴重的是 三個條 四條 五條 六條 在 舊法一百年以前 公務員如果 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 不正當利益 我們一半都講賄賂 我剛剛有多了一句 叫不正當利益 下面叫不正當利益 請你吃飯 就是不正當利益 如果為了 一個 剛剛講什麼 對價關係 就不行 好 這條是規定 嬰兒 你違背職務 這個不正 哇 這樣喔 這樣還客氣 我沒有收 他自己放在 我抽屜裡面 我只是剛好 身上碰到 抽屜就關起來 違背職務 第四條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五條呢 對 我怕放那麼久啊 我才沒有違反 好啦好啦 抽屜就把它抽出來 你卷就放進去 自己把它關上去 那些都他做的 跟公務員沒關係 放來他放的 如果他放的 我就不為我了 公務員有沒有犯罪 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土曆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行賄的人 我們講行賄是比較概括的 其實約定時間那個期約也算了 要求什麼都算 行賄的人在剛剛講第四條 公務員要被判十年以上的時候 這個老百姓要判多久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也蠻重的 如果第五條沒有違背職務而行賄 沒有違背職務而行賄 老百姓犯不犯罪 公務員是七年以上 老百姓犯不犯罪 各位有沒有了解 在一百年以前 公務 老百姓不犯罪 因為沒有要公務員違背職務 這種以前很多啊 什麼快單會啦 扮那麼慢 你就這麼白十五件 要我這裡扮三件而已 放到頭前來 變十五件的啦 換多少好了 這個也沒什麼違法啊 對不對 可是犯罪 公務員犯罪 老百姓不犯罪 一百年以後不對啦 這叫什麼 紅包條款 一棟房子蓋完以後 檢查水電消防設備 23樓 從第一樓 八到23樓 本來輕輕 怎麼不走的 因為口袋都是紅包 一層樓一包 他也沒有違法啊 都都政治標記的啊 對不對 都合乎規定啊 那個門都可以自動還火 關閉還火啊 如果現在 這種紅包 老百姓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雖然可以一顆滑金啦 但是也有罪 那這一條新的規定 我們叫做紅包條款 紅包條款 這種到底多少錢就算 我們還是一樣講 因為這個量化的東西啊 這個是用數量來計算 很難 說行為罪30塊 有時候我們想想看 因為買票 不是行為罪的那個 那個會選30塊 那想想看 30塊可以買一張票 好像沒有價錢 以前我們在 我就說 我就宣導 宣導這個 這個 緩會選 我在一個場合 後來這個 有人反映說 哇 以前我都不知道這點 都不知道這點 說今天你說出來 哇 哇 下面叫這個 怎麼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買票 不可以買票 怎麼反會選 我們說概括的 我們說概括的 什麼人最大的 王 你不要以為我要寫三個字 是王金平 沒有 誰王而已 王就是說 余翁嘛 最大的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我們就請教一下 人生如意四呢 多不多 不多 違背自己意願的事情 多不多 很多 夫妻結婚 戀來戀到要死 結婚後 才發現說 一個甘在香港家在抠 你結婚前怎麼不抠 結婚前怎麼抠 穿鞋子在怎麼抠 結婚後怎麼出來不抠 以前都不知道 我說一句 你讀一句 本來結婚 結婚以後生活要很濃洽 結婚 意見它不合 我講什麼你就給它讀什麼 不是 老闆重搖的小說 問世間情為何物 你說 有人有答案嗎 問世間情為何物 信財公公的 遺物可遺物 夫妻不在那就這樣嘛 我想台灣人喔 台灣人說 沒辦法 少欠節 少欠節沒有押韻 要說押韻 夫妻喔 沒有押韻沒有押韻 沒有勝負窄 對吧 我就這樣嘛 咱咱咱咱咱咱咱 所以我跟妳講 很多事情 不如意 是十 十之八九 所以 你說到這世界上來 是妳願意的嗎 死亡 是妳願意的嗎 不是啊 有的自殺 不見得喔 妳以為自殺他願意的 他自殺一斑白虎啊 真的啊 妳看他掙扎就知道白虎啊 我們現在去驗屍就知道了 所以 就是這樣子啊 什麼時候 啊我一定要讀一科 我一定要讀什麼科 誰說的 阿嬤說的 爸爸說的 不然不可以 所以什麼時候 是妳自主 什麼時候 選舉的時候 你選的時候 阿嬤說的 幫妳拜託妳有拿嗎 以前 賣票的時候 買票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聽過 選舉好像都是冬天比較多 都穿大衣嘛 那妳擠拿了喔 來 來 來賣票什麼 什麼時候 觀世音菩薩在這裡 告白一下 說妳有拿錢 就這樣子啊 啊妳是不是要照人家投 就投票的時候要不要照投 要 不然違背良心 可不可以不投 是不是有看到 喔 以前我選基督教 她要用官罵 所以我現在講到這一點 就要講什麼呢 妳就是選舉到圈票的地方 要把它 倒下去 我自己決定 對不對 妳王再大 我這一圈 就是這一點 變成主 我做主 這就是選舉 我們選選育能在 這樣 這樣選的都 電影票 味噌 對沒有 吃都哭哭 頭髮 因為我頭髮都沒什麼 不可以說 就拿吃味噌 反正 我們講這個就是妳 唯一可以做主的時間 真的是 所以我們 當然選舉到 我就順便講法律上的這個意義 我們當然在宣導 就是這樣宣導 對價關係 要妳這張票 如果正常講說用30塊 為標準的話 妳實在沒價錢 對不對 妳這張票300塊都不值得 不是不值得 都不值啦 是無價的 應該是無價的 妳才是主人嘛 做做人多養 台灣人是怎麼 大家怎麼做老闆 劃機劃度 劃機做 我們講到這裡就是說 提到的意思就是說 款證 法律上的規定 我們盡量 無趣給它量化 以前也有一個法律問題在研究 其實 買票是送什麼東西最多 年底到會送一樣什麼東西 黃曆嘛 對不對 黃曆啦 就實用的啊 但是那個孫無條 常常看到他的胸 還有一樣 面子 面子啊對不對 面子啊 因為他是幾號啦 會是一票啊 送面子 還有算買票 給我兩塊我買票 兩塊沒買票 送十個呢 20塊 還好 15個 不可以 快點抽一個采 我就在觀念中 怪怪的 所以什麼是買票 對家關係 我只能講 法律不能這樣規定 這其實也不是法律規定 這是現在辦案的人 的長官 比如說部長啊 之類 那個 那個選舉查查小組啊 他們有一個定出來一個辦法 一個法律以外的一個辦法 把他三十塊為界限等等 其實這個對家關係啊 應該 只有一個講法 依照社會的認知 是不是買票 社會認知是不是買票 所以我們也常見到什麼 整個拖拉股的車 有人車人的拖拉股 載去出頭 對不對 唉 什麼人 那不可以說的 那就是買票嘛 可能沒有多少錢 不管 對不對 一桌兩桌 所以現在有的餐廳啦 餐廳選舉道啊 屁屁啊 酸的跟它酸的 以前都爆滿 現在沒了 對不對 對 那 其實這種風氣最好 這種風氣最好 那量化這個東西啊 我們在司法 司法上現在最嚴重的 應該我剛剛提到了 最高法院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選舉也到了 跟各位講 當然法務部規定 三十塊還是要照三十塊去做啦 我這在講 說這樣會有一個托法的行為 托法的行為 大家 到底出檔價什麼價什麼 到底很多增值 很多增值 好 最後我跟各位再報告一下 這個訴訟法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程序正義 法律上有一句話 叫做先程序後實質 你今天程序如果錯了 實質上怎麼樣 可能都不能論 我當年 我當年代表 台北地點署 去美國去參訪 當然也跟其他的 我們那團大概有四 四五個檢察官一起去 那時候就講了一個案例 舊金山的一個案例 一個我們華人姓陳 他去碼頭 然後出來 就被抓了 身上敲到海洛英 那為什麼海洛英被抓 說 他剛剛到碼頭的貨櫃 那個貨櫃就是他 走私進來的 裡面 馬匯 可是這個案子判無罪 走私馬匯判無罪 沒有法官的搜索票 現行官啊被抓 他的現行官是什麼 身上持有毒品而已啊 你說他走私 證據呢 所以這個程序很重要 你今天沒有搜索票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這程序很重要 剛剛講監聽票 我們說監聽要法官準 好像 第一班 我下課 有一個學員 大律師 聽說那個電話監聽 你只要打幾下幾下 啪啪啪 就聽嗚嗚就想被監聽 然後嗯嗯嗯就是沒有監聽 我說 那叫做騙校 各位 監聽啊 就當做有嘛 那你電話要說什麼 沒有要說說什麼 不要亂講嘛 對不對 不要亂講 所以我們教導犯罪也不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電話在講些什麼碗溝 當做電話被監聽就好了嘛 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正警示的講電話就在講 我當律師在法庭等開庭 啊想到一個什麼事 就口袋拿個一塊錢 打公文電話回辦公室問啊 咦 剛有一個什麼案子有沒有要約券 過來電話 我當時問我說 啊 張律師啊你機子派去嗎 我說什麼機子派去 啊你剛才怎麼打公文電話 沒有用 手機扒 我還沒講出來 他就說啊你怕監聽喔 想太多了啦 我一塊錢就解決啦 我的一個疑問說 有一個券有沒有掉 打手機要多少錢 我們是欠債的啦 而且呢 如果說你怕監聽打公文電話有什麼用 我這就要跟各位講 公文電話有沒有監聽 一樣會有 你不要打開 簡訊會不會 會有 怎麼呢 快有 不然現在已經有怎麼 不會好 所以 當然不做壞事就好了吧對不對 幹嘛那麼緊張 監聽照說啦 如果依照警察 通信監察法的規定 是 偵查的 做喔 偵查的方法 已經不能了 才可以申請監聽 法律上是這樣規定啦 有沒有這樣做 怎麼開 police就 beast 是 事物上 THEY 晉身就這樣 法官為什麼一直準 就一直準 不但是準喔 我跟各位報告 你如果被监听依照法律规定 你如果被监听 监听结束 法院要通知你 你上个月什么时候被监听 查无结果 我认为监听 各位有没有说过这样 有没有说过 当然没有 两个答案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事没有被监听 第二个有被监听也没有被通知 就没有照做 法院没有照做 考试委员 立委员有一次咨询法院 讲不出来 有几件几件 不成比例 程序上还有一个 测谎 各位听见没有 测谎能不能当做 这个程序能不能当做有罪的判决 的证据啊 常常在测谎 我常跟以前我们家教导学生的讲 那不可以把人在测谎 那不可以把人的测谎 对不对 有证据就办嘛 没证据就等下次嘛 测谎准不准 我们书上看过很多不准 如果去测谎两个通通说谎 他都是谁对 两个都没有说谎 有可能啊 那是用一个机器 当然现在都说是专业人员 我们也相信 但是你要去判读 一个人如果昨天晚上睡不好觉 明天晚上要测谎到死了 不知道去害到吗 休息着觉 血压高 还有一个说 我那天都吹去疼得要死 一直在问问我又疼 高血压 心率不准 这个测谎都不准的啊 都不准的 上一堂有一个论学讲的 还有一种人测谎一定不准 什么呢 老是说谎的人 对啊 你一定输意的嘛 就是这回事 就是这回事 那这个程序 实际上有过判例 如果你测谎通过了 就不能判有罪 你就输意嘛 对吧 如果真的是他呢 那也没办法 你要相信测谎嘛 一定是这样 好 如果测谎不通过 也不能以测谎为唯一的证据 判他有罪 实际上有没有过这样 有 有一个庭长退休 有一个庭长退休 就当律师了 七十几岁了 因为另外一个案子吵到他 说他有收受费赂 就把他传过来 收押净净 七十几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检举他的人 检察官也问了 你说你拿钱给他有没有证据 有啊 我银行提了二十五万 我的包包还有十五万 加起来四十万送给他 他如果否认呢 我来测谎 说得信誓旦旦 可是你银行提的钱有证据 你批包你怎么有四五万 我平常有钱就放着 有钱就放着 所以放了十五万 说这人怎么行啊 法官也很头痛 你把一个退休的厅长押过来 要怎么 好啊 不然测谎 不然怎么办 来测谎 我就去测谎 结果那检举一测谎 通过 我调查局也很高兴 打电话给检举 检举 检举 检举通过了 检举 我想测谎通过 这样就要去手 这是没有什么证据的 打电话以后 电话中检举官说 诶 等一下 刚刚结束都什么时间结束了 深点半啊 现在四点诶 我跟你讲 再回去再测一次 另外一组人测 再回去测 测的结果呢 通过 Double Pass 哦 检举又很高兴 卡举又检举 两次通过了 好啦 回来了 起诉啦 一审无罪 二审无罪 三审无罪 你这样要怎么破啊 程序上就这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程序 不尽理想 就不能 共患常常会这样 各位知道嘛 两个人抓到 等一下 夹一两个 他比较较较较较较 对吧 为什么我成功承认啦 主要是他不是我 我这样承认啦 那我检举我呢 龙心大悦 见烈心喜 对吧 还起诉 这个甲起诉 这个不对的 我们现在有一件正在 争这个东西 共患认罪 还要查他认罪 对不对 我人家害死人了 有啊 有的就赶快能够脱身就好了 取悦检察官 给我重庆粮 不然我诉讼下去 就传到书 一些事情都会拔 他不是怕本案 怕别的事情拔出来 很多这种情况 程序 一定要注意 程序不对 外国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 渐渐要朝这方面去改善 今天可能讲的比较拉闸 抱歉 6点15分 以上就这样 跟各位做报告 有机会再跟各位 多请教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